大家好,我是阿萨社区的刘老师 最近这个黄金和原油太猛了 那么为了不错过这波大行情呢 本月我们开班了一个黄金原油策略分享群 从基本面到技术结构 从大行情方向到具体点位的策略 全方位为大家这个解析K线行情 在这个群里我们只讲黄金原油策略 都是满满的价值 群内具体内容可以看这里 那么怎么免费进群呢 大家可以用微信扫右边道维码进群 或者观众公众号阿萨社区 给我留言三个字黄金群进群 好了,下面回到我们报看 然后的话呢,私信我的,包括这个留言区的 给我的这些问题 那么我会定时的做一个搜集 然后呢,给大家录一个答疑的这个视频 就专门给大家解答问题 所以呢,大家针对这个行情 反正只要跟交易有关吧 任何的问题,你觉得有需要 我帮忙解答的话 私信这个留言都可以 都可以,好吧 那么我会根据大家的这个留言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我来决定这个视频 是否给大家去做,好吧 但如果说这个反馈会积极 问题比较多的话 那OK,那么我会隔一段时间 达到已经亮了 我给大家出去这个视频,好吧 OK,那么这是给大家说一个 这个一个新的一个打算 好,昨天的话呢 这个周一这个行情呢 相对清淡,相对清淡 上周五比较刺激 所以的话呢,周一就显得这个有点波澜不惊了 基本上呢,这个货币啊商品 波动都不是很大 首先我们看一下,昨天欧元的话呢 我们给的是什么,给的是趋势线的一个空 对吧 短暂有这个压制,压了一点点 然后后面就什么,通过横盘的方式 然后在这个后半页哈 应该是在这个很晚的时候了哈 然后往上走了 大家看哈,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什么 你看 好,价格 好,触碰 下来 然后这里,横盘消耗 去这些,然后上去了 对吧 真的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消耗哈 消耗 时间和空间 对吧 好,然后英镑 英镑的话大家看哈,我们昨天给的趋势线 哈 但是昨天没到 哈 昨天没到哈,大家 是吧 昨天我们只要说还在还在这儿吧 应该是 呃,不对哈,应该是 应该是在这里 在这里 昨天没有到哈 大家看,今天这会到了哈 今天这会到了哈 但是注意,别着急哈 今天我们的思路不是这根线 不是这根线 然后黄金 哈 黄金的话呢 我们昨天给出的是一个 偏震荡的一个思路哈 好,OK 哈,偏震荡的这么一个思路 在这个地方哈 就192到1923这个位置附近啊 我们去做一个反弹空的一个思路 哈 因为下方的多点一起来了嘛 呃,那么最终的话 应该是在昨天哈 很晚的收过了 应该是哈 12点多1点钟吧 哈,价格到位 然后快速的下刹 哈,刹下来了 哈,所以的话 这个如果说 可能 某些喜欢熬夜哈 做交易的朋友哈 看到的话 应该能做到 哈 好,然后原油哈 原油的话呢 我们昨天也是给了一个低多的思路 但是没有给到哈 没能够给到我们的这个 低多的一个位置哈 差的还是比较远 差的是比较远哈 哈 所以基本上呢 昨天哈 我们能够哈 在这种非常清淡的行情之下 能够兑现我们利润的就只有黄金了 他就只有黄金了 哈 好,OK哈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盘面哈 怎么搞 哈 首先哈,来欧元哈 欧元 依然很简单 依然很简单哈 这根线不用了 脱费了 对吧 哈,OK 来 那我们呢 就换下一根线 哈 这根线脱费了 我们就给它换下一根线 哈 哈 这都是小case 哈 小餐一碟 哈 很简单 那你看 对不对 哈 原来的线用不上了 那我们就来个加一根新的线 就OK了 对吧 来 高点 高点一点 好了 上来 空 哈 上了 很简单 很简单 哈 OK 哈 请各位注意哈 这个位置的空 哈 这个位置的空哈 高点进去的线 哈 好 好 很简单哈 哈 好 然后英镑哈 哈 来 刚刚跟大家说了哈 哈英镑呢 我们今天是不看这根线 对不对 哈 昨天我们说哈 没有到哈 今天哈 就不用了 对吧 一般情况下大家注意哈 我跟大家讲过哈 一般情况下呢 如果说同一天的这个画线也好 结构也好 哈 如果能用 哈 我会跟大家说 继续用 哈 如果不能用 我们就要及时换掉 哈 来 不用哈 那么英镑这根线不用的话呢 今天我们英镑是个什么思路呢 来 首先大家看哈 在英镑的这张图上哈 哈 相信各位都能看到一根非常扎眼的一根什么 引线 对不对 上周五哈 抱着讲话那话 对吧 非常扎眼的一个引线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思路 哎 英镑我们今天做什么呢 来 来 回到这个位置 回到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去空它 啊 在这个位置去空它 啊 OK 啊 这是我们今天的思路 啊 这是我们今天的思路 哈 上来还是空 啊 上来还是空啊 总之大家记住哈 英镑现在的话呢 这个空头还是非常清楚哈 空头非常的这个清楚哈 上来 你找位置空就对了啊 啊 找位置空就对了啊 啊 英镑哈 由原本整个非美的最强啊 因为基本面的一个改变啊 变成了非美最弱啊 现在可以这么讲啊 可以这么讲啊 好 然后黄金 好 来 今天的这个黄金 来我们看一下 昨天哈 我们看的这个黄金是看什么通道 这个 呃 震荡 对吧 啊 低点清晰高点清晰啊 那么今天的话哈 由于昨天哈 这个黄金创出了一个小高点 然后又急速的回落 是吧 那OK啊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结构就通道了 通道了啊 通道对各位来讲肯定就不陌生了 对吧啊 非常简单啊 来 低点 低点 高点啊 很清楚 对不对 昨天 你看 在这个位置冲起来 回落 是吧啊 所以哈 这个通道的结构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 好了 那么通道结构清楚的话哈 哈 这个是我们整体的一个结构 对不对啊 那上方肯定有空了 对不对啊 上方肯定有空了 那这个空点的大概在1927到1928哈 啊 1927到1928这个位置上方有空点啊 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思路啊 然后哈 注意哈 没结束哈 然后哈 除了我们说整体的这个空头的这个位置以外 来我们再来观察什么呢 啊 再来观察一下这个局部 啊 啊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局部应该啊 啊 很快能反映过来 对不对啊 啊 看熟悉特别的朋友哈 应该一眼就能够知道啊 啊 可能会猜到我说什么了 啊 看出来吧 啊 在乎清楚吧 对不对 为什么昨天黄金从高点回落 啊 刚好到这里就已经先打出来了啊 啊 局部的前高三 对不对啊 啊 所以我说啊 看熟悉图表的朋友啊 看一眼就知道这个位置 什么意思了 对吧 OK 所以说啊 今天啊 除了我们整体的通道上沿的空点 需要我们注意之外 下方这个位置的多点 啊 下方这个位置的多点啊 啊 也是我们今天短线的机会 啊 对吧 昨天下来急速返球 是吧 那今天再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支撑位清不清楚 非常的清楚 是吧 啊 OK 啊 那么这个位置大概是1917啊 啊 1917 那下来接多了 对吧 啊 但是大家注意哈 我再跟各位强调一遍 上方的空是这个大结构的空 啊 下来的多是这个局部结构的多啊 两者啊 它的这个分量 它的这个量级是不一样的 请各位做好这个区分 好吧 啊 啊 这个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哈 我解释什么叫量级哈 什么叫这个 呃不一样哈 按照我们通道的这个思路来讲的话 对吧 它上来这个地方空 对吧 如果说你要做完整个结构的利润 那么应该是从上方都会在下方 对不对啊 这是通道工的结构的空间 看到没有 这个量级很大 是吧 那如果说这个地方你下来做这个位置的多 对不对 你顶天啊 你顶天 就是从哪个高点下来的你做回到哪里去 对不对 顶天就这么多 是吧 我假设哈 假设现在是1923.67是吧 我假设价格从当前这个位置开始回落 好到这里啊 然后他起来啊 顶天也就是回到1923.67 啊 就这个意思啊 他从高点哪里开始落 落到那个地方来 那么他起来也这么多 啊 所以哈 这是结构级别的不一样 他们的量级分量都是不一样的啊 都是机会 没错 都是机会 但这个机会的量级分量是不一样的 请各位注意 好 然后原油 哎呀 哎呀 来啊 原油哈 这哥们哈 我在这两天哈 一直在跟各位强调一个事情 对吧 就是在这个大周期的一个多空争夺的这个结构当中 是吧 激烈争夺的这个位置啊 是以多头的获胜宣告结束的 对不对啊 这两天我一直跟大家去讲这个大背景啊 那么OK哈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 这个呃 空头呢 倒也是不死心哈 不死心啊 昨天来看哈 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这个大多头一根羊线打上去 啊 非常猛啊 非常猛 对吧 但是空头马上开始反击啊 啊 他那里反击哈 说明哈 也还是不甘心啊 不甘心啊 不死心啊 但是 说句实话啊 说句实话 就跟我们之前讲的黄金的战略决战是一样的啊 每到关键时刻 对吧 黄金的多头就落败啊 好了 你打输了之后啊 你再去添油啊 添油战术 是吧 有用吗 没有用了啊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样的啊 是一样的哈 在关键的时刻啊 这个战略决战 你打输了的话 你后面你再怎么玩啊 也就是局部的小打小闹 对吧 你看原油戈头多坚决这一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对不对 非常的坚决啊 非常坚决啊 好 这个是我再次跟各位哈 强烈的大背景啊 OK哈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哈 我跟大家讲过哈 是这个操作上呢 我们尽量是以多为主啊 以多为主啊 好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哈 今天我们的思路哈 是怎么样的哈 来 同样还是我们15分钟的思路哈 在这个15分钟图当中啊 来各位啊 我们可以看到哈 昨天这个位置 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V了 对不对 局部的一个小V啊 局部的一个小V啊 不过说呢 这个小V哈 上去的快 下来的慢 上去的快 上去一两根上去了 下来好几根 是吧 所以哈 从这个倒V的这个局部的力量对比哈 其实我们也能发现哈 哈 这个呃 空头呢 虽然确实反扑了 但多头的整体的力量还是更强 哈 来 今天我们的这个原油哈 非常清楚哈 大家在小周期上去把线一画 你知道了 你知道了 对不对 不得我们这么画吧 OK哈 但不管怎么样哈 我想跟各位说明什么哈 在这个局部的这样的一个15分钟里面 我们都能看到什么第一点是在逐步抬高的 对不对 啊 虽然不明显哈 但是我们看到画线我们知道啊 第一点是在逐步抬高的 是吧 OK啊 所以哈你看 鸿关上我们讲 关键的位置争夺多头型了 微观上第一点在逐步抬高 那你说呢 是吧啊 所以说啊我们今天哈 这个原油的这个思路哈 依然是保持一看多啊 好 这个是我们在15分钟得到的一个启示 对吧 第一点逐步抬高 好了 逐步呢 来 各位啊 画线还没有结束 不用太着急啊 看看 来 大家可能会有那么点意外啊 老是想这么画 对可以这么画啊 当然可以这么画啊 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怎么忽略掉 对不对 它是个V嘛 是吧 是不是个倒V 那你把这个地方的引线给忽略掉 那是不是这样走的 哎那这样走之后呢 啊 走 突破三 对不对 这里是不是很明显构成了一个局部的收敛三角形啊 啊 所以呢突破 你就做多多 对不对 突破啊 往上突破 你就做多咯 对吧 是不是很清楚 OK啊 当然啊 一定会有人问啊 这个老师他是往下突破怎么办 那往下突破了啊 那你就不做了 对不对啊 或者说往下突破你想做你可以自己尝试也可以 对吧 那这个新的思路修正啊 那我没办法我跟大家一起去补充啊 那只能说可能留待我们到这个直播再跟大家去讲 那总之你这个往上突破了 你不用想肯定是多 对不对啊 那往下突破啊 那我们的新的思路再去应对就好了嘛 是吧啊 OK哈 所以的话呢今天这个缘由啊 还是跟各位啊 再次强调一下啊 现在整体的一个情况 大的一个环境是怎么样的 局部是怎么样的 啊 啊 好 那基本上 呃 差不多吧 啊 今天其实也不难啊 还是哈 欧连一望都不难啊 啊 标签好位置就可以了啊 啊 黄金黄金也好啊 嗯 那基本上今天的话也都没什么难度啊 啊 原油就是注意把这个地方 铺裂掉引线就可以了 然后引线铺裂掉就OK了啊 啊 好吧 都不难啊 都不难啊 啊 好 那就祝各位今天交易顺利啊 明天我们再会 拜拜